哈喽大家好 这期视频是来到了圣塞巴斯帝安 对美食有了几人都知道 圣塞巴斯帝安这个地方算是欧洲的一个美食圣地 像十元临美 他就来这边拍过一期综艺 那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些综艺 只不过现在因为新冠的原因 就这边很多的餐厅都关了 这里的三家餐厅全部都关门了 然后到这边第一餐 我是跟朋友来到了一家算是乡下的一个餐厅里面 这家餐厅他没有米其林星期 但是我朋友他来过很多次 圣塞巴斯帝安这个地方 反正按照他的推荐说这家店 菜的味道非常好 而且酒单也非常棒 所以今天中午就跟他们一起来这边 喝酒吃午饭 生蚝平凡开场 欧洲扁生蚝的代表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法国贝龙生蚝 跟我个人平时常吃的长生蚝比起来 金属、海草的味道会更重 甜味比较少 肉也比较瘦 跟香槟的酸度和旷物感还是很搭的 香槟来自我个人最爱的小农香槟之一的 Jackocellus 轻巧 细腻的气泡在口中雀跃 满溢着杏、桃、花香和坚果的香气 红摩虾也是大家很熟悉的食材了 做成了欧洲常见开胃菜形式Carpaccio 大量使用了芒果、石榴等水果来做成了酸甜口 一盘多彩的鲜甜 这几根棍子就很有圣诞的感觉 三个芝士薯豆球 芝士味非常的重 分别是普通的蓝纹奶酪味和菜椒味 爱芝士的人应该会爱死吧 伊比利亚火腿 大家也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漂亮的颜色 漂亮的油花 漂亮的薄切 浓郁的坚果 奶香 出色的咸鲜 谁会不爱呢 第一道红酒 赫赫有名的宝尚福子 来自最贵产居伯根地 最顶尖的特级原生Botain 跟我之前拍过的跟巴尔拉菲一个价的阿曼卢梭 是同一个原子 只不过比哪款要便宜很多 主要是保存的这么好的1976年比较少见 成年老卷的魅力令人沉迷 花香 烧烤 木制的浓郁香气 然后是鹅肝 Mikrit只把鹅肝煮到半熟 半熟的鹅肝不会有纯鹅肝酱 或者新鲜做熟的鹅肝那么凝 脂肪感比较弱 搭配上甜甜的白巧克力 苹果蛋糕还有芒果冰沙 作为小酒馆的出品还算可以 接下来就是一颗水波蛋 销上几片黑松露再加上煮的蔬菜 就非常普通 带着松露味的鸡蛋 前菜的最后一道 蘑菇炒蛋 这真是非常小酒馆 茶餐厅了 华蛋炒得非常不错 半流心状 有着像农舟一样的质感 蘑菇也给得很大方 菌菇类浓郁的鲜味 加上炒蛋滑嫩的质感 如果给我一碗白米饭 那将绝杀 可惜要不得 接着进入海鲜 简单煎的无需血费力 浇上欧芹的汤汁 平平无奇 普通好吃的小酒馆菜 下一道还是雪鱼 巴斯克地区的传统名菜之一 Cococcus 选用无需血颈部的肉 肥美滑腻 像是果冻一样 调味上用了白桃酒 蒜和欧芹 另外做了勾芡 蒜香吃足的芡汁 裹在鱼肉上 太赞 然后是主食的 巴斯克风格力饭 典型的蒜香 欧芹调味 简单但是有效 格力的品质很高 肉质饱满 鲜甜无比 饭跟意大利会饭 或者亚洲的米饭都不一样 不会像意大利会饭那么的粘稠 而且中性的夹生 也没有意大利会饭那么多 主菜配酒 Jeff K. Tickmunier的Bunmers特级园 2006年还非常年轻 零售价大概一瓶普通拉菲 纯净而复杂的红色水果和花香 只是太过年轻 项目的存在感还比较明显 不够圆润平衡 主菜的肉菜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伊比迪亚黑猪的乳猪 小酒馆的出品果然还是有限的 虽然表皮烤的酥香 但是肉质有点干了 搭配的是菠萝酱和烤菠萝 味觉上非常的大 甚至起到了1加1大于2的效果 最后进入甜品时间 别问问主是工商群是怎么来的 巧克力冰淇淋搭配焦糖苹果泥 冰淇淋的品质还不错 浓郁厚重甜美 烤苹果泥也是绵密的质感 提供了带着酸味的甜 焦糖的苦味正好与巧克力相互呼应 我从没想过 苹果和巧克力的味道会这么大 要说这就是best match 前品配酒来自德国最顶级的酒庄 被称为雷斯令之王的Ego Moller 一款晚收雷斯令 我个人对于甜酒的兴趣不大 但如果只是晚收这种级别的甜度的话 倒也是没有问题 浓郁甜美的苹果、梨、白桃 酸度也十分平衡 Tekula Sunrise非常经典的鸡尾酒 餐厅给做成了甜品 绵密的芒果冰沙加上石榴酱 还原了鸡尾酒原本的色调 只不过去掉了酒精 橙汁换成了芒果 Hot Cake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煎薄饼 而Hot Apple Cake是用苹果取代了薄饼 看着漂亮的烤苹果 金黄色边缘带着点微焦层层叠叠 就像游戏厅的推硬币机一样 就像是富士山一样 烤过的苹果甜香十分出色 顶层还有个香草冰淇淋 真是视觉和味觉都照顾到了 结束全餐 4个人不包括酒水 花费约4500 加上酒接近2万 觉得值得 亲爱弹幕里发一 觉得不值得请发二 现在吃完晚饭回来 天已经完全的黑掉了 现在大概是6点半左右 从1点半吃到6点半就 但是菜其实没有吃很多 就感觉就一直在喝酒 这家店的话 也不能算是那种非常好吃的 fine dining 它算是非常好吃的bistro 非常好吃的comfort food 就如果你们来 圣诞三百四店旅游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 就如果你对葡萄酒 有足够的了解和兴趣 我推荐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在那里 不然的话 其实去的必要不是很大 OK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 还请多多点赞 投币收藏三连 不要忘记点个关注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